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什么事都听着爸妈的 一点自己的主见都没有 还准备他爸妈一起排挤我 我觉得吧 应该尊重我父母的家伙 但是他呢 他总跟我父母反着来 我这怎么劝都没有用 他总说要跟我结婚 但现在我们俩都没有工作 我也特别难以接受他的家庭 我不知道我们俩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祖先生25岁来自沈阳 自由职业 有请祖先生 祖女士25岁来自沈阳 自由职业 有请祖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我一开始以为这资料卡给错了 一个姓 一个姓 对 我俩也是因为这个姓认识的 而且还都25岁 对 一年生的 对 是一个月份吗 不是 我俩当时也怀疑这个事 然后追溯了一下祖宗十八代 行 说得还挺幽默 这个自由职业自由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一看自由职业就晕 我以前做导游的 然后后来行业不景细了 然后就是在家里摆摊 您呢 我之前也是做导游的 现在没有太稳定的工作 是就天天做各种兼职 不容易年轻人 今天来是因为妈宝男 对吧 对 她总是从她妈发点 那个语系我都学不上来 就小喵小喵 这词我一听 我都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然后激动时候还要亲她妈脸 亲脸有什么呢 反正我接受不了 我就感觉她跟她妈之间 不会保持那种距离 然后她妈还总喜欢管着她 她什么事都听她妈的 现在长得她妈也都爱管着我 不是为咱俩好吗 她妈就嫌我胖 又嫌我工作不好 成天俗了我 那天就去他们家吃饭 吃吃吃 她妈看我一眼 然后就说 她跟那个谁比好像胖多了 那个谁就是她前女友 然后又嫌我工作不好 那她也是导游 我也是导游 怎么就看不上我呢 她妈还拉着我手 就那么直白白地拉着我手 跟我说 姑娘啊 你就是个女孩 跟我们家儿子不一样 你就得找一个 朝八晚五的工作 下了班以后 能怎么伺候家庭 又伺候老人呢 关键你 现在你都130斤了 然后我是不是带你减肥 那你是怎么让我减肥呀 她妈说完以后天不亮 就让我起来做运动 然后就让我跑步 妹跟我一会儿跑 还看着我跑 那关键减肥不都这样吗 你不付出汗水 怎么能够收获呀 我就这么瘦去了 那关键你 还要控制我的节食 一天这不让吃 那不让吃 所有的主食啊 肉什么都不让吃 天天就那么一碗菠菜汤 就被虐待了 是吧 嗯 我那哪是虐待你啊 关键你这个事 你坚持下来了吗 我这减肥减三年 我说什么了 你那两个月 你就放弃了 反正你妈说什么都对 你妈的话就是胜指 你妈要之前不提 那时候你也不这么说 她妈一提 她就这么觉得 之前还觉得我可爱呢 现在也不觉得我可爱了 我妈这不提醒我一下吗 我这一看 你的确胖了 怎么胖了就不娶了吗 不是胖了不娶了 那我不带她减肥吗 她不减呢 人家不愿意减 人家就愿意这么胖 对呀 主持人 您看我这体型 你觉得我是那种 特别特别胖那种人呢 这这这真的不胖 关键我怕得 她这么发展 一百八二斤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 健康也行啊 怎么了 关键我家开小煤店的 我是控制她 什么主食啊 什么也不让她吃 但是平时她吃着什么呀 那我后来不也减了吗 跟你减了 你看我现在我瘦了吗 那天天 我还是一天没瘦 她跟她说 那方法跟我就不行 天天喝可乐 天天吃辣条 天天吃泡面 我后来我也没吃了吗 那你不 现在还不吃呢吗 这事咱就过吧 体重的问题我们知道了 女生觉得是因为 男方的妈妈嫌弃她胖 所以男生就挤压她 让她玩命地减肥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嫌我工作不好吗 刚才也说了 然后她爸听了这事以后 也一块挤给我 那怎么是挤对你呢 那不是为咱们好吗 再说咱们的导游 你也不是不知道 就是出去玩 那我就是因为喜欢旅游 我才说的旅游这个工作嘛 你是做DJ啊 还是陪团啊 我是陪团 她是DJ 对 那她就是出去玩 对对 那贯念她赚的少啊 那我赚的钱也够我自己花的 我也没冲到身手要钱呢 贯念吧 我想那个 把我这些东西交给她点 交完之后她可以就是赚钱啊 那不容易吧 您身上还藏着什么特别厉害的本命 不是我就是DJ导游 她是全卖导游 我就能教她一点 然后吧 她也不学呀 她就天天逼着我学习 让我学什么锅德杠 又让我学什么善田方 我真的不感兴趣 就是不想学嘛 后来她爸更有意思 那天还是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 那天这家亲戚就在 她爸就喝点酒 看那个手机 当着很多人的面 让我看就说这工作咋样你就去吧 那关键怎么赶紧你就去吧 其实我挺感谢老爷子的 我知道那这我确实失业 知道我没工作我挺苦恼 但是他爸应该住一点场合 是不是主持人 找那我一点面子我都挂不住 这有啥面子 老爷子好 那工作不错你去吧 怎么了 关键那个工作他不靠谱嘛 他给我发黄之后 我私底下我去问过了 这就是一个骗子 像中介似的 他就说你没工作之前就要先交18万会钱 根本就不靠谱的一工作 老爷子不是也不知道吗 这事 是不是也没怨他爸 但是后来我没去 他爸就是觉得说 我都好心给你找了 然后你还不愿意去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不行就直说呗 那有啥的呀 那我怎么说呀 我跟你爸这还没曾一家人呢 你不是应该提我解释吗 观念吧 咱们那些亲戚什么的 来在家吃饭 那本来就知道你现在没有工作呀 有什么丢合成的呀 那当时说完以后 气氛就特尴尬了 这这这跟妈宝已经没关系了 这已经上升到爹那个层面了 那他都成爹本了吗 那爹说啥他也听吗 就又转换了是吧 那我我还不听我爹的 我爹就我一个儿子 行 除了这工作之外还有什么事 还爹吧 他就是后来又让我考证 谁让你考证 还是他爸 考什么证呢 他爸也没有辞职哪个证 后来就是也是动看细看的 看了什么消防员 还有看了一个什么 营养师的那个证 消防员和那营养师 根本就跟我专业不对口 我就是学旅游的 而且还有那营养师 营养师怎么回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个是他妈说的 他有一个前女友 就是干那个的 我妈啥意思呢 就是想让你 也好好学一学 就是已经有这个 有人成功了 你就跟他学呗 那你妈总拿我 跟你前女友比 你觉得这合适吗 她也不知道 不是跟她比 那都已经成过去了 我现在问 我妈反正有什么事 就拿我跟她前女友比 就我就在他们家 还养只猫 她也觉得 我养的猫 没有人家养的好 养一个这么大点小猫 一个多月 特别淘气 正好呢 那天她就在屋里睡觉 她喜欢懒床 早上也不起来 然后那猫也在那睡觉 然后她也在那睡觉 我妈就来一句 什么人养什么猫 你可爱的吗 也没结婚 你就不敢搬到他们家 我也这么觉得 后来我就自己去 住了个房子 我就不愿意去他们家了 这就对了吗 租了个房子 就没这些矛盾和冲突了吧 是我自己住的 我自己住 她跟她妈 天天在一块 我们俩没结婚 这样行 那以后结了婚 怎么办呢 她那意思吧 想让我搬出去 跟她倚入 对 然后她不愿意 她就说她离不开的爸妈 天天跟她爸妈 支撑那么个摊 我一个能说 她就不跟我去 那你说我咋去呀 我家里就这么一摊活 我咋去呀 咱说我也离不开我爸妈呀 我爸妈多大岁数了 身体不好 多大岁数了 快六十了 不是因为我爸 现在已经 别人管的叫老头了 我感觉我岁数 也慢慢变大了吧 我就想好好的 陪伴他们 那你觉得这不是妈宝吗 这么大了 还不愿意分开 你不是要结婚吧 是吧 结婚上面怎么规划的呀 我们家 就买了一个房子 婚房有了 对 一开始呢 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俩去看房子了 看乡中一个房子 想说然后之后呢 心想就是 我们俩拿点钱 父母双方 他父母我父母都拿点钱 三方拿个钱 就给这事给那个 在市里买个房子 然后吧 我就回家 跟我爸妈说这事 我爸妈说 那个去那么远干什么呀 咱这块不也挺好的吗 你父母买的房 有跟我说过一句吗 我压根我都不知道 买完了以后跟我说的 而且我现在在市里工作 婚房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嘛 就特别远 上班又要倒公交 又要坐地铁 来回又要四个多小时 我根本就折腾不起嘛 不是关键 房子买了就买了呗 我父母也是好心 自己家有房子 为啥不住啊 为啥非得上城里住啊 再说我离我 我在城里不有个工作吗 我现在是不太稳定 但是我每天也做兼职 而且有 你现在住哪儿吧 我住市中心 自己租的房子是吧 对 租着住呗 你搭理他呢 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嘛 你为什么想让他跟你一起啊 我就想让他分开 让他有点独立性 不要老大妈吧 这分得开吗 对啊 我这家庭 我怎么分得开 是是是 这就完了嘛 所以姑娘 你还没看明白吗 走人不就得了吗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就没招了呀 等于现在房子 空一套房子 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 找工作的事吗 还要给我介绍的 那工作 挣的也多 然后也稳定 屋下移基什么都有 啥工作呀 养猪场的 好工作呀 猪路多值钱啊 真是好工作呀 是啊 没毛病啊 工作没有毛病 我又跟他商量了 我说 你跟他商量啥 你自己去干 不就得了吗 那个地方 硕实在挺寂寞的吧 就一个人去 在里边谁都不认识 也不好 我就也跟他商量嘛 但是我那俩那边 住着呢 我就不能 我自己就去了呀 为啥不能自己啊 那就行 找个半 能帮帮我吗 行 然后呢 后来我们俩一块去面对事 然后那个人说 我们两个都要 然后我都已经回家开始 准备做体检什么的了 他就跟我打电话的时候 他又不去了 为啥呀 因为吧 我有朋友 他是机场的 他说他有一个同事 是猪场转过去的 我说你那为啥转呢 他说三个月放一次假 我一想三个月放一次假 一年十二个月 那你之前 一年放四个 四次假 那不玩呢吗 你之前做导游的时候 不也天天的 也不在家吗 那说一说 我就不做了 我现在我就想陪回我爸妈 怎么了 那你干嘛答应我呀 你就把我晾到那一边 让我一个人去 那关键我 后来我不也不让你去了吗 那地方多苦多累 你不知道的 那我不知道苦 不知道累吗 那四十多斤东西 你平时拧 平时都让我拧 你上这很厉害了 你四十多斤东西 那我都能坚持 为什么你坚持不了呢 我这么做不 就是想让你看看吗 那我在家有个摊 听不下去 你那个摊 你赚钱吗 你挣的钱 全都到你爸妈的微信里了 一分都没有 那有什么呢 那不都一家人吗 都一家人 你现在都为一家人了 那房贷干嘛 还让我还呀 咋还有房贷 那不咱不马上一家人了吗 哪的房子 刚开始 我们俩钱是放在一块的 每个人都往里边存 就是只留一部分 我们自己花 后来他爸妈 我买那个房子嘛 就只支付了个首付房 那还得他还 他就用那张卡 然后 你说难受你就哭 没事 不用忍着孩子 你说 反正就是吧 这个我这个 失业之后 也没啥收入 没啥收入 然后我现在就他 就先还一下呗 帮我还一下呗 那你老让我还 我现在做坚持 我也不稳定 我根本就不够 你什么时候 能不能给我个期限 什么时候收个桃 我这马上嘛 我这东西 你老是马上 我就独立出一个摊 我就自己就收钱了嘛 从你失业回家 你有那种找工作的欲望吗 你根本就不出去找 天天跟他妈妈在一起 在自己家有工作 我为啥非得出去找吧 他挣得多呀 还怎么的 他老是这样的 老是跟我花银 现在这样 等于那个房子 我现在知道 女孩为什么愤怒了 房贷是要我还 你们干嘛给我坐出去 把那个房子买得那么远 对啊 是这意思吧 对啊 那你们家这买卖 做得不厚道啊兄弟 如果是让你们俩还房贷 那就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了 他也算出资人啊 而且名字是一个人的吗 是他的名 你们家这不对吧 我一开始还想说这姑娘呢 我说你买了房子 你小 合计是这也算共同出资人 既不写名字 他还得还钱 你们家这太欺负人了吧 我俩不一起还吗到时候 那你根本就不往里存了 那你一起还 为什么不写人家的名字呢 我妈他们之夜 就把这房子买了 然后签字的时候 那他可以不出钱 对不对 对啊 他凭什么要跟你一起还呢 想我们以后不也一家人吗 这不可能是一家人 你们俩不能是一家人 怎么能是一家人呢 你不是说要多陪陪你爸妈吗 你得守着父母嘛 对吧 你就好好守着父母呗 进你的校 给他们养老 给他们送终 等他们走了你再结婚 你不需要结婚 你有爸妈就行 但是我也离不开他 你有啥离不开的 只是这姑娘没出息 你知道吧 这姑娘老是黏着人家 你说这个男孩 这个妈宝男 靠在家里生活 你是什么 你不就是他的一个附属品吗 轰都轰不开呀 你觉得猪场 你工作好 你在猪场干呗 你觉得什么好 你来呗 你干嘛老听他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和我女朋友 他跟你妈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对啊 那你妈凭什么 要求人做这做那呢 你妈凭什么 数了人家呢 他跟你爹啥关系 没有关系 那你爹凭啥 数了人家呢 他跟你们家 啥关系 你们家为什么 买了房子 写你的名 人家姑娘还贷 不写人家的名 这不是妈宝 这就是欺负你 没有那么 那可不就这意思吗 哎 交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没有夫妻关系 没有法律关系的保障 你这房子上面 都没你名字 你还什么钱呢 其实我一开始 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谈恋爱 大家都希望 是有一个好的结果 奔着结婚去 可这涉及到经济利益 和涉及到 所有以后的问题 再缺爱 再找不上男朋友 你不能这样吗 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求你的男朋友独立 你的意思独立 就是说跟他爸妈 彻底摸离 对吧 第一 你太一想天开了 你有什么样的资本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资格 去能够做到 让他和他爸妈分离 你是谁 第二 你说他不独立 你独立啊 他离不开他爸爸 你离不开他呀 所以刚才 我们生气说 他们家全家人联合起来 欺负你 他爸爸说你 他妈妈说你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你吗 因为你廉价 你把自己放的姿态太低了 你上赶着去求着人 哎呀求你了娶我吧 我嫁不出去没人要了 你在他爸他妈眼里 就是这样的呀 所以他妈才会 语重心长地拉着你的手说 哎 没那谁受哈 这么不尊重你 这么看不起你 你还想着跟他 奔赴一段婚姻呀 那你之后踏进他们家门 那一刻起 除了去伺候他们一家老小 作为他们家的一个 用人的角色 他们不会把你当儿媳妇看待的 就是因为一开始 你上赶地住到了人家 所以我觉得 你想要让他破离他爸妈 让他独立 你这个心态就是错的 你能离得开他吗 你现在就像在做什么事 你在像跟他爸爸妈妈抢他 你一个人去跟他爸爸妈妈对抗 我要让你儿子来属于我 怎么可能 醒醒吧 你做不到 最后把你自己伤得 吃不起来了 你说现在钱也付出了 感情也付出了 什么都没得到 然后一家子放回来 这样对你 你还想跟他结婚呢 所以醒醒吧 好吗 人家看不起你 不尊重你 咱先自己看得起自己 先尊重自己 好不好 谢谢沙大老师 林老师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 价值观的问题啊 我就是得住在我爸那儿 我妈那儿 我就得白住 白吃 还得白要 要让人给我们首富买的房 要让人给我们已经支起来的摊 所以啊 我得找一个媳妇 也得来我们家 听我爸妈的话 我爸妈让住哪儿就住哪儿 我爸妈让干嘛就干嘛 我爸妈不让干嘛就不能干嘛 拿人家手短 吃人家嘴软 没问题啊 继续就听你爸妈的话就好了 你们家需要的是一个 愿意跟着你受气的小媳妇 或者这个女人特别伟大 就天然的这种特别博大的胸怀 去你们家 就愿意听你们家 安排她的所有 也不是没有这种人 也有 所以我觉得男生是一致的 女生你不一致 你是那种摇旗呐喊 我新时代的女性我要独立 我要在市中心租房子 我不吃不拿父母的 我要自己创业 我要拼搏 很好啊 我也支持你啊 那你就找一个和你志同道合的 渴望在社会上大展拳脚的 渴望不怕苦不怕累 能跑到猪场三个月不回家的 你得想的和做的一致 你就舒服了 你明明需要的是独立 不想看公婆的脸色 想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房子 甚至不计后果 人家的房子 人家的名字 你都去付钱呢 那拜托你找一个和你类似的男生 好不好 干嘛拧白着生活呀 哭哭啼啼地在这儿 你有着哭的这个力量 你不如再去换一个新的男朋友 男生我也最后奉劝你一句啊 作为一个男人 想要将来娶妻生子 如果自己在精神上不独立 我没有办法现在去否认说父母 因为很多父母都在帮孩子操持一些 经济上的帮助啊 就可能很多家庭都在这样做 我没有办法说这个对还是不对 但是至少我们精神上 情感上要独立吧 否则你娶什么媳妇呢 我觉得你就好好地先孝顺爸妈 听从他们的 把自己先立起来 把父母孝顺好 再去考虑以后的事吧 你离结婚为时尚早 好 谢谢严老师 来来来 齐总 前面老位了 老师给你的选择是离开她 对吧 如果你真的离不开 我再给你用选择 你就让她对你的爱超过对她妈的爱 至少是平等 现在的地位很明显 她的母亲 她的父亲 然后才是你 你能不能做到让她对你的爱再上升一个格 并列 只有如此 你猜她的母亲会怎么样 会想把她保卫起来 一会儿保卫你 你能不能做到 你要想这么做到 有一件事一定不能做 就是让她的母亲产生威胁感 你现在是过去打架的 你是过去要抢她的 所以她不能 你要宠着她 现在比现在还要宠着她 这样呢 让她觉得 哇 你是我另外一个吗 你得照顾她 她说什么必须试试 你不能到我们这样的舞台来 那给她丢丑了 只有她的母亲看到 哇 又可以找到一个接盘侠了 那会儿 她妈一定会对你好 你那说的是正话还是反话 看她怎么听嘛 我怕她当正话听了 那就完蛋了 正话听若她开心 那不就是可以吗 对不对 因为摆在你面前就是离开与不离开 我给你是不离开之道 她母亲说什么你得听 就放弃自己 把自己变成她母亲的女儿 你愿意吗 或者说她母亲的接班人吗 照顾这个孩子的接班人 这半交给你了 你接得住吗 她是改不了了 那听明白了 那听明白了 对这 来 晓鸵老师 姑娘 我不知道你们的家教是什么样的 但至少我现在知道 有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家教 这支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连这点做不到的话 那姑娘你就更是应该离开了 所以男孩啊或者女孩啊 我觉得对于爱情来讲 自尊自爱 不仅尊重自己 也要尊重自己爱的人 这才是对爱情最后那一点点该有的敬畏 谢谢周老师 分不分你们自己天亮 男生在这段情感当中你确实错了 你们家人确实表现得不够善良 女生自己最大的不好就是 记住了 没结婚一定不能住到男方的家里去 这是一个至少的底线 好吗 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吧 一起进入真情留守 我爸 我也会 就是慢慢独立出来吧 父母这边 嗯 我就想 就多陪陪他们 然后也希望你能理解 然后呢我还想 因为我也离不开你嘛 我不想 我不想 离开你 其实 其实咱俩之前挺好的 我也挺喜欢你 但就到你们家以后 就这些事儿 让我特别难以接受 你爸妈数了我挤对我 你也不帮我 我这种感觉 然后你还跟他们一样 天油加醋 还数了我 我我我感觉他是为你好 但我真希望你能改一改 要不然我就坚持不了了 我敢 哎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 2360 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 这对年轻的朋友 他们自己 做何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真輩 特别人 我们再遇见 这对年轻人的故事 这 对年轻人 我已经摸到 那是 我再必不许 谢谢两位 请回祝你们幸福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 都是一路吵吵唠唠的过来的 但是我最近真的很失望 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 不喜欢跟人斤斤计较 但是他对于情方面太看重了 不是我对钱看重 而是这个家都是我的涨钱 他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这两年他想法越来越多 两个人的钱分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是想知道我们两个到底谁错了 到底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也是想得到一个答案 这段婚姻是否还可以继续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五十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陈先生 邓女士五十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邓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啊 四川什么地方啊 四川的地方 结婚多少年 二十六年 几个娃 两个 男娃女娃 一样一个 都结婚了吗 孩子吗 那个 大女儿现在在程度上班 小的个儿子还在 我们那个市 上那个职高 今儿来是为什么呀 平时我们两个就是产生了很多矛盾 然后希望得到 各位老师和主持人 指引我们 因为他对他有点改变 出现了什么矛盾 反正有很多时候 我对他 那个不满的就是 他喜欢去 管他自己的 比如玩牌啊 跟朋友一起 去玩 反正也是不喜欢 在家里待着的 家里待不住的 平常的话 除了上班的话 就是喜欢打麻将 这个事我一个爱好 当然就是打麻将的时候 非常多 比方是周六周日没上班 都会打 或者是逢年过节的话 这家谁管钱 就是我在管钱 因为我不喜欢让他管 那个钱管了 我就怕他拿去打牌 他平平就没有钱给我 他打工上班真的钱 基本上是自己用完了 这个事情完全不能认同 以前在深圳 从零几年 零二年开始的话 从在深圳那边打工 10年的话 公司那边把我这边调回成都 调回成都的话 他也跟我一起回到成都这边来 那个时候我们 当然在成都也没钱 就在老家 准备在老家建房 2002年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工资只有500 2003年就600 700800 我的工资就是在深圳那边 加了1000多块钱的时候 1500 1600 1700 但是从05年以后 05年以后 到07年 08年 那是在深圳收入多少 然后他妈也不给我带 然后他妈也不给我带 然后我只叫我的 我的娘妈给我带 然后我就出来打工 那时候 那时候小孩就一直在家里面 我们也没拿过钱 回去给我爸妈 我老爸老妈有年龄那么大 还要做笼活 还带小孩 我想的真的是我老爸老妈很苦 其实就是两个孩子自己都没带嘛 对 就是在深圳打工嘛 对 那就说在深圳期间你也打麻将了 对 这点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当时在05年以前 生活费还有他的支援 当时如果是条件超的话 没钱的话 还需要他去带老香港回家 再拿了一些 接着做生活费 这点的话我 所以这个生活里的事 你稍微问一下你就知道 咱把常识一对就对出问题了 在深圳打工八年 到10年说回内疆 买不到一套房子 那要不是没好好打工 要不然那钱 就不知道被怎么祸祸 等于你们家的钱就被你祸祸了呗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是10年之后呢 就回来了吗 10年回来之后 我一起跟他一起 一个公司算了 应该是算了一年吧 他就是我行我素 然后辞职出去了 就这几年到现在 都是三年两天 一份一会换工作 一会换工作 然后就几乎没什么钱 然后也没的钱给我 给他管 我们这个家庭搞得现在这个样子 房子买不起 也就是因为他打牌 虽然说他的工资交给我 我是一直省吃节用的 然后把这个钱存在那里 一说他打牌 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你别去打 他不但不听我劝 然后还凶巴巴地凶我 然后说你觉得我这个日子过不好 你给我两个日子过来付 你可以滚了 他就这样骂我 然后我还包着钱去给他还债 好除了钱之外还有什么对他不满意的 除了钱之外然后我就说到我老爸老妈 他那个房子是厨房嘛 快要弹掉的是不是 然后我姐姐们就商量就说要跟我爸妈修房 我爸妈也是拿不出钱的 也是比较艰苦的生活 然后我就回来跟他商量 我说反正钱就不多 我去接一点钱然后给我爸妈 我姐姐们先抽一下给我爸妈修房嘛 他就反对 他就凶巴巴骂我 就说你要拿钱修房 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同意就是说那个 跟老爷妇建房的原因 因为我还欠我 我这边我老爸老妈 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左右是怎么来的 儿子跟以前女儿的生活费 一个月两个块钱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打工 累积起来的 累积起来差不多就是三万块钱 包括他就是平常 我老爸老妈在家里面需要 跟儿子教什么东西 一些乱七八八八 反正我老爸写了一笔账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当时你有钱支援娘家建房 我说他怎么没有钱来还债 还有一个就是 老爷妇已经八九十岁了 是不是 他大姐他四妹 这三年买他凑了个钱 万一老爷子跟那个 幻母 这边三个大便有个什么事情 还需不需要大家来凑了个钱 是不是 凑了个大便 大家都拿不出来 大家就有积极 所以说我这点是完全反对的 你把个钱放在那里 是不是 他到时候真正的有 有急用的时候 再把个钱拿出来不是一样的 这个钱的事我听明白了 还有其他的钱的事吗 就今年嘛 就今年四月份 大概四月份左右 我也想去在成都买房 我一个人商量也是 反对 有钱吗 去成都买房 他就想买一套公寓 可能也就是20块钱左右 那个就是一间房子 那是小房子 公寓式的房子 可能大概要花20块钱左右 当时的话 他不是说 给我商量 他就说 他就 我说你拿了你的钱 是不是 你买房 是不是 你又把那个叫什么 钱给了我岳父那边一些 家里面的话 平常那里还有一些开支 加上你自己的话 做点美容 乱七八糟的 虽然说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 但是我这边没钱 我当时就是好奇的问了一下 你哪里来钱 他说你管的我哪里来钱 我没钱 我不可以向朋友借 这个首付的钱 我还能借得到 是不是 我的主张是不买 要买房子的话 多缓一两年 不管在成都 我过去买房子 是比较困难 因为一两万块钱 一个平方 我就说到时候回去 回内江去 那个买一个一百平方左右 那个 那很快的 是不是 现在两口 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你那一点点的话 你关什么事情吗 是不是 但是你从来 没有跟我说过 你的规范 你想怎么规范 你当时 当时我跟你 跟你讲的是 怎么一说就吵起来 我说你 你不能买 那个房子 你当时跟我来 一句什么话 管你求死 又不是你的钱 26年了 日子过成这样 对啊 还要止入明更 通过主持人或 各位老师就指引一下他 去改变他 不要再打牌了 改啥呀 26年了 打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我原来他打牌的时候 哪上50岁了 还这德行 对啊 他原来打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期望 他老了一点 会改一点 会为家 为中心 不要以自己的国内的中心 去生活 所以您是希望他回归家庭 对啊 然后打牌了 什么都不管 然后又家里面的什么事 也不会做 然后我还要 假如回来 下班回来 我要买菜 煮碗 洗衣服 这个我打断一下 在14年 13年我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 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月 你应该会承认 我是买菜洗衣做饭 一样都不愿意让他做 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不让他做一次 天哪 太伟大了 不是 你的行想立刻就光辉了 那个不是 我炸了起来 不是我自己光辉啊 26年就干了一个月 这活就拿出来说了 问题出在哪呢 最核心的问题 是对这个家庭 有没有责任 对吧 是这个男人 对家庭 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对自己 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得不对 你妻子提的是 这个核心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 他有他的问题 现在你回答 我的三个问题 你觉得 结婚26年 您对这个家庭 尽了责了吗 当然说责任 肯定是没有啊 没有是吧 对 你对你自己负责了吗 对我自己也没负责 那您还说什么呢 我今天走到这里 不是 那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因为我老婆 对我 对我的父母 对家庭 整个来说 我可挑剔 都是比较好 但是在二十几年前 给我结婚的时候 可能我当时 受到有点激动啊 因为怎么想 当时我这样子 骂过他一句 要不然你就滚 早一点滚 我哪怕我就是单身 我不愿意 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这样子 跟我在一起的话 说不定哪一天 我一激动回 或者我还会动手打人 就是心里面茅凑的要死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二十年前 或者我就 已经这样说过了 你非得要留在我这边 如果是用我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这么贱呢 对 我当时也是这样子说的 不是你现在要说这玩意干嘛呢 那你现在就不要来 给我扯这些 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是这种人 我的天哪 你怎么 哦他是这么个逻辑 二十多年前 我就告诉过你啊 我是一烂人 你愿意跟我过 跟我过啊 你要跟我过 我就这德行啊 二十六年之后说 你跟我提着我 二十六年前我也没有告诉你 我告诉你了吗 你活该你愿意跟我过 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啊 就当时就气话 过不过分 你过不过分 我觉得你既然要跟着我就不过分 行 那个因为 因为他活该 在他傻 哎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的意思是你活该跟我 我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还要跟他情算 因为怎么说 我跟他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啊 觉得的话两个人的痛苦 包括我女儿就说 你们俩怎么 我都不知道 现在女儿对婚姻的 他就说他都有点恐惧了 看你们两个这样过啊 你闺女儿以后就 也嫁得像你一样的男人 那是他的命 他如果是 如果那个男人 照同样的话 照我这样说他的 如果他还赖在那里 那你自己活该啊 你自己的原因 来吧 你听听老师怎么说你 行吗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他对你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丁点 我可说你 对我 不对 再也不见 谢谢厉总 来来来小温 就真硬的那句话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倒不说 一定要有房才有爱情 不是这意思 但是最起码 大姐跟了你这么多年 总得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吧 用你的话说 她就想买个二十来万的 小什么小公寓 怎么怎么的 你不想想她为什么 她买太 她不想住 四十平米六十平米八十平米 一百平米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吗 住得上吗 靠谁呀 靠你 你是个扶不上墙的阿斗啊 杂政 靠自己 还得给你还人家 养着孩子养着公婆 她咋那么强 她是女超人吗 古人有云 不学理 无以利 我们暂且把这个理 理义也好 礼貌也好 放到当今社会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人情世故吧 我现在就感觉 你就有点 不是人间烟火吧 也说不上 反正就最起码你不大懂事 面上这一块你真是过不去 父母给你们看着孩子 让你们在外地去打拼 去安心的去赚钱 暂且不说人家给你们垫了多少钱 就念着老人这份 给你们带孩子这个心 我觉得你是不是 就算是个外人的话 你有点感恩的心吧 咱都不说你知恩图不图报的问题 这好歹那是你岳父岳母 人家要用点钱 修个房子了 你瞅瞅你说的话 关于大姐这个问题就是 你看似貌似有一些独立 或者怎样 但其实我觉得你空骨子里 我不知道你在依赖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 你上来的时候说 希望四位老师能够给你指路 还点道的是吧 我告诉你 路灯灭了 等啥呢 就这样吧 好 谢谢 来 保护兄 你这样的人 不配有家庭 不配有老婆 不配有孩子 因为 你对他们根本不负责任 你这么喜欢打牌 为什么不把生活这张牌打打好 把家庭这张牌打打好呢 而且 这个打牌 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肆无忌惮 作为妻子 你也是有诊 你还替他去还债 你这种还就是对他的重容 说他这个还债的话 他什么时候跟我还债 我还再问你一遍 07年08年 07年我的工资 交到你的那个钱 对呀 我就投一抢啊 就是因为 哪怕 他已经说得很清楚 年份也记住 我相信一个女性 一个妻子 不会在这样的场合 照你的谣 还钱这点我不承认 我的工资可交到你了 没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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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什么事 那等于是拿我的工资去还的嘛 17年以前的话 我的工资比他工资高 你的工资不应该是给家庭的吗 一个土墙都不让修 对不对 对啊 对 对 你就是这点我承认我不对 但是他也说他给我还钱 我就不承认是不是 在这个家 他也是我了 我的工资机 去还这不对 我们说错了 我们不对 好了吧 OK了 哈哈哈 您接着说 所以啊 做妻子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丈夫 可想而知 你的家庭生活 你的婚姻生活 冷无可忍 何须再忍 给自己留点尊严 给自己留点面子 不要靠人家施舍 特别是婚姻 婚姻是平等的 主动一点 离了吧 米娜老师 大哥 假如我说你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 你听得懂吗 极端的利 离什么主义 你听不懂 所以我只能说 你又穷又横 为什么 还用问为什么吗 横是不是 您一直都很横 对不对 您觉得自己有道理 我不是说很横 我已经跟他说过俺次了 我说我们两个这样非常痛苦 在二十年前 或者是三十年前 二十五年前 我们就说我分手 是不是 这件事 我分 我到时候又来说 我说我说 把这个老话重新拿出来说 是不是 刚 每次通过这种方法 少赖有用 我在二十五年前就跟他说过了 你有一点女人的尊严没有 你这样子拖了大家的痛苦 刚才老师也是 今天到现场的就是 我就这样子 哪怕我就是以后一辈子光怪 我心甘情愿 我同意您说了 妻子应该走 为什么 您父母花在您孩子身上的每个月两百的钱 您记得那么亲 而您妻子为你们家里贴补的所有 您却不记得呢 因为这个女人好欺负 我一直觉得你们的关系里头 让我气得最胃疼的一点 还真不是您对大姐怎样 我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你说 你女儿如果找了一个跟你一样的男人 他活该 他命不好 但是我 男人这样想 随他 我们先不纠正大哥了 但你呢 如果这些年来你过得苦 你想让女儿过得一样苦吗 你想让女儿参照你的标准去找一个丈夫吗 你想让你的女儿在大街上 在大厅广众之下被人羞辱 女主说你死缠烂打是你非要跟我 我轰你走你不走 你自己网上贴你还怪我了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的女儿你能忍吗 我不忍 如果不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给你的女儿做出了什么样的楷模呢 你让你女儿看到的就是 我爸爸对我妈妈一点都不尊重 那又如何 女人活该就是要被人骂的 女人活该就是要被人践踏的 女人付出多少 家里都是不去领她的琴 只会计较她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根本不想说你离开大哥之后你的日子会如何 我只是希望你有的时候考虑一下 你要怎样做出一个生活的表率给孩子看 什么是能忍的 什么是不能忍的 所以今天我跟大姐之间也就是一个母亲和母亲的对话了 我不把它当成是一个情感问题 我们今天必须来解决你的人生 接下来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指路明灯 这个灯对你不重要 对你的孩子重要 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究竟要让你的女儿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至于这个人 随他去吧 我们不批评他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天生他真的只适合自个儿过活 他一个人待着挺好的 那就成全 大哥 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在整个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 大家的情绪会那么激动吗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 还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很少碰到一个表现得那么冷漠的男人 也许是气化 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看到的都是冰冷 二十多年的夫妻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了冰冷 我们看到了对孩子的冰冷 我们看到了实际行动上对老人的冰冷 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 还是对岳父岳母 这种冰冷让人看着心寒 这是大家对什么激动 因为看不到你的热情 如果你还是那么懦弱 或者觉得亏欠 再这么走下去的话 米娜老师说得好 你如何面对你的孩子呢 两位 你们自己做婚姻的选择 还是那句话 没有对错 当然在陈先生的心里已经有了对错了 陈先生高专远主的在二十六年前 就成功地预言了这段婚姻 他是这样说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跟着我就得按我的方式来 否则的话 你不要再抱怨 如果你想这个婚姻继续的话 你就按他二十六年前的预言 这么走 听他的就好了 如果你真是按你所说的 想在这个现场找一个所谓的明灯的话 那么你的先生在二十六年前 已经非常先哲般的预言了 那就是分开 你自己颠量吧 我们说的今天都是情绪有点过激 这个呢 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们态度不太好 但是我们每一句话 发自肺腑 谢谢您 也谢谢您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非常感谢这近三十年来的话 你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 刚才的话已经说过了 包括 如果嘉宾主持人 都给了我们一些中肯的建议 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分析好一些 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 活活气气的分析好 你分美 来 请亮哥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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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号 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的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的十四号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我们的老师们都会在 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直播室 跟大家直播互动 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来帮助你解决 情感当中的困难或者困惑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相机收费的 那都是骗子 接下来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其实我们的嘉宾在这个现场 只是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选择 只是在此时 此情此地此景下 或者叫此刻下的 一个情绪的反馈和反应 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一次 希望这种情绪的反应 真的是生活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只有当生活的结局 变成这一段 变成舞台上结局的时候 也许他们的人生 才能够获得幸福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 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 沙纳老师 欢迎沙纳老师 情感导师 颜品红老师 欢迎颜老师 情感导师 曲蕊老师 欢迎曲老师 情感导师 周小鹏老师 欢迎小鹏老师 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 离不开他了 之前说分手 也是因为我说习惯了 觉得他不会离开我 但是现在他居然 真的要跟我分手 刚开始我觉得 他是个开朗热情的女孩 但交往之后 我觉得他特别任性 而且脾气特别大 总是拿我当初系统 一言不合就提出分手 现在他已经一个多月 没有理我了 我很着急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挽回我们的感情 以前我觉得我是个男人 要多抱着他 但人的人路限度是有限的 他总是这样伤害我的心 真的让我无法接受 让我们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蕾 23岁 来自贵州学生 小圆 22岁 来自贵州学生 有请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年轻人 过去是你常提分手 对 然后人家小男生就哄你 这次又提了人家 不搭理你了 是吧 对 现在人家男生 要坚决分手 是吧 所以你来我们这儿 来挽回这段感情 是 后悔了 也不是后悔 以前他就会一直哄我 然后但是这一次 就一个多月都没有理我了 那是你经常 把那个分手 当做你的口头传 那我不是希望你改吗 不改了 但是你每次 把我对你的关心 是这样对待 每次我的惊喜 在你这儿就变成惊样 哎 你们说说吧 你们俩咋认识的 是同学吗 对同学 谈了多久 谈了两年多了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谈了两年多 对吧 对 但是我听说 这两年多 女生提了20多次分手 确实提了20多次 我听他们说 你还记了个账本 对吧 对 我都记得这个小账本里面的 嘿嘿 齐个分手你自于记本子吗 那是因为你每次送我这样不好做的那样不好 哇塞 2018年10月18号 今天兼职挣了100元 想给女朋友一个惊喜 她喜欢吃巧克力 因为我对这方面不怎么了解 认为价格高的肯定好吃 就给她买了一盒 就给她买了一盒98元的巧克力 她收到后 却又把我骂了一通 那不是我爱的口味 说我不是一个懂她的人 不是一个细心的人 于是分手出来了 有这事吗 我觉得她是站在她的角度思考的 不是站在我的 不是不是 那你的角度是什么呢 就因为我之前给她说过 我喜欢吃巧克力嘛苦的那种 但是她买来的就是甜的 就不是我要的那种 如果你用心的 什么叫苦的你知道吗 就我尝过那个我觉得就是 那叫什么呢 那个味道醇厚 那叫什么呢 那叫黑巧克力 我给她说过了呀 你没说 我刚才问你半天 你都说不出来 就知道她是苦的 黑巧克力的纯度分几种啊 你压根就不知道 你说人家没品味 你才没品味呢 爱吃个东西 你都不知道吃的东西叫什么 对不对 我替你鸣不平兄弟 我接着读啊 我是看着真生气 2018年11月5号 下午 我给女朋友的第一句话是 媛媛 你吃饭了吗 她却说 哼 你真是无聊 就只知道说这些话题吗 你难道不会说一些 温馨的情话吗 又是分手 我真的无力了 我在鼓励自己 一定要变优秀 变成她理想中的样子 在空闲的时候 就学习一下 网络上的交友技巧 避免这种无用的争吵 你说她说的什么 交友技巧 就大家正常交流就好了 不 人家挺正常的 对不对 孩子 人家不是说了吗 媛媛你吃了吗 你跟人说的什么呀 你不能说点浪漫的话题吗 她说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是你吃饭的吗 然后你在干嘛呀 就是这些问题 就根本就没有一件正事 再核实一件事 2019年10月5号 今天 她说我很胖 走在一起都不好意思啊 说我不好穿衣 试穿没有美感 因为这件事情 我为了更容易的试衣 坚持每日打卡 2200米 就每天啊 跑2.2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 每天我只吃一个烧饼 孩子给家长省钱 终于把重剪下来了 这是你干的 他不是 他自己就是 你真跟人家说 嫌人家胖 走在一起给你丢脸 没有 这也要分手啊 不是要就是 他给我丢脸的 我就是我们朋友 一块吃饭 他是真不会说话 我们不是十几个朋友 一块吃饭吗 然后我就可能一碗 就不想吃了 然后他就说 他跟我在一起 他要吃五碗 然后他们就笑话我 那不是担心 你吃不饱吗 我自己都会 我会不知道 自己吃的饱 吃不饱呀 因为这种事 然后你就提出分手 至于吗 你那个减肥 到底减了多少 三十多斤 有照片吧 有照片 看一下减肥前减肥后啊 哇 就这是他跟我在一起 那时候刚出去玩的时候 减肥真是 啊 难怪曲总天天减肥 他为了录节目啊 每天跑4.4公里 只吃半个烧饼 坚持了11年 多不容易要去 这是真爱 对这个节目是真爱 但是我们这节目 从来没有说过 跟他分手 你知道吗 我们从来都特别尊重他 就是希望他改 不是说真的是要分手 但是人家都记了 你要跟人分手 如果不起分手 他就不会去改 你可知道分手 在我这 对我有多伤心 但是对我来说 不伤心啊 哼 再读一条 2020年3月11号 今天我又成了他的出气筒 因为我俩玩的不是同一款手游 而且他认为 你咋还这么多意见呢 我读玩行吗 行 而且他认为我玩的手游 带坏小孩 因为这种事 我就把手游给卸载了 我就说我再也不玩了 但结果 他还是提出了分手 主持人是这样子 是事实吧先说 对玩游戏 因为他说我玩的不一样 对 那你人家人家都卸载了 你干嘛还跟人分手呢 他就一直没有理我 我老知道他卸不 你卸没卸载 我真替你冤枉 主持人是这样子 可不可以让我说一下他这事情 就 说别 你说咱俩玩的不是一个游戏是吧 我还为了你去学你的那个游戏 然后我学没有办法 我学我学了 我学了我晕头转向我学不会啊 那你 那你叫你跟我打 打我这个游戏不行吗 打游戏本来就是放松的 你叫我去学 你打游戏就是浪费时间 那你带着我弟弟 还两个人一块打 大人看见我弟弟玩 然后就觉得是你带坏小朋友 那还不是因为和他弄好关系 就主要是每一次被大人抓到 他在玩游戏都是跟你在一块 而且我叫他打游戏 是因为他把那个作业做好了 然后我才叫他做 小朋友他说他做好了就做好了 对啊我挺相信 他本来就爱玩 就是我怎么做你都说错对吧 行了我支持你了 你拿你拿你拿你说什么错 我我觉得 就比如说上次买蛋糕的时候 拿着先不跟他吵 我先问一下 觉得这个女生在这个层面做的过分的老师 请举一下声 过分是过分 我觉得他对自己也很过分 就是过分 我们都觉得你过分啊 给这给你出气了吧 下面好好听啊 不是你老师你们这样子 他就是他就是精神抖手 然后就觉得有人给他撑腰 然后就是可以这样子 但我怎么觉得这样子 那不然呢 就比如说我给他买了个蛋糕吧 嗯 我一个星期之前 就打算给他买什么 然后就思考着 然后就给他买一个蛋糕 我本以为是惊喜 可是在他那里呢 就变成了惊吓 咋了 为啥 你看就本来我生日是挺高兴的事吧 那天晚上 然后我就是做兼职 然后奶茶店下班 就已经十一点半多了 然后回到寝室 还要那个做作业嘛 就两点多钟才睡觉 一大早八点多钟就叫我起 那个瞌睡就全部都 就都没有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 那个送蛋糕的人 会把那个蛋糕送的这么早 不是 这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当我被这个电话铃吵醒的时候 那边说的是 姑娘你的生日蛋糕到了 都太高兴了 我男朋友送的呀 他记着我呀 没有啊 就你太累了 你就想睡一会儿 你就想多睡回家 本来我就是想的那天 所以他后来过了什么呢 就我那天 因为这时候他就跟我吵 吵了就算了 还要给我提分手 那天本来我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跟我室友 然后我睡到自然醒 然后下午我们一块去吃饭 因为我们寝室的 谁过生日嘛 然后就是剩下的人 就会给另外一个人买蛋糕 然后全寝室 就六个人一块过生日嘛 就这样子 他可得好 一大早 就根本就没有睡清醒 连续几天的状态 都是无精打采的 一点精神都没有 这男朋友跟你 我的天 这也分手啊 再说一件 比如说进酒店的时候 当时他从青岛 和旅回来的时候 已经凌晨两点了 然后我担心他打不到车 担心他的安危 就给他进了酒店 本以为他会夸我进去 然后他就跟我说分手 他认为我浪费钱 就进酒店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挺喜欢旅游的嘛 然后我就去我同学那儿 然后后面回来 坐火车回来 你们俩没一起去 没有 我跟他是一弟 我回来的时候 就确实是很晚 但是我就跟我室友 已经多过了 就我室友就 他们如果我在外面 他们都会打电话来嘛 因为我平时做兼职丸的 他们就会打电话 就是确认我安全嘛 他们都给我扭门了 然后我就十块钱 就能打车到学校的事 他非得订个酒店的我去 我就特别不理解 他这种想法 但前提是我担心 他不能打到车 是吗 咱们看看 看看这小伙子 一地 人家不是歪心眼 说我给你订一个酒店 对吧 是你自己去住 对吧 是我怕你出危险 我给你火车站 或者什么交通公寓 旁边订了间酒店 你在那儿去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 这不应该很感动吗 我长得这么悲悍 需要保护吗 难道我每次的关心 都是多余的吗 就有时候确实挺多余的 好吧 你这次是怎么想明白了 坚决要分手的 就是他这两年多来 他经常拿我当出气筒 我坚持不下去 就如果我不提分手 他就根本不会改 难道你一定提分手吗 你用一下其他的词 不可以吗 强调一下这个重要性 然后我就会改 我强调重要性 你改过吗 下次还会再办 你觉得他对你好吗 就因为我觉得 他对我好说 我才就不想 就挺难受 然后就 就你两年多提了 二十多次分手 这么算起来 平均每个月都要分手一次 我们梳理一下这男孩 专一对吗 老师对吗 本分对吗 他唯一的不好 就是不够帅气 现在他也减肥了 也帅气了 人家减下来了 对啊 我觉得他挺帅气的 但人家找你干嘛呢 对啊 就你又彪汉 你自己说了 你又彪汉 他有没有权利 找其他的女生 每个人都有呀 每个人都有对吧 听见了啊 你有找其他女生的权利 前提是先分手 你听听老师们怎么看 你们断情感关系吧 女生肯定有他自己的委屈 我了解 你不了解 要不我感觉 就是你都是站在他 那个角度 他现在就是 废话 谁要跟人合呀 他要分手 你要求和 我说你是对的 他不跑了吗 你这脑子是什么回路啊 你走不走不 可以反应过来我 哎呦 真急人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你真的就是欠智 欠分手的这一类女生 你太让人生气了 她给你买错巧合力 姑娘 生你养你的父母 都不一定知道你 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巧合力 她跟你认识多长时间 就一定要知道 你吃那个牌子 那个口味 如果记错了 不小心买错了 就分手 你觉得这讲道理吗 还有一点 你说 你觉得他的关心是多余的 当一个人对你的关心 都是多余的 那不是关心多余 是他这个人多余 咱放过他吧 他就是这样一个 榆木哥的 他就是一个直男 他不懂你的欢喜 不懂你的悲哀 他不明白你爱吃 什么味的巧合力 他什么都不懂你 所以这个男人不适合你 你去找一个适合你的 能宠对了 能把你宠得像公主爷 一样的男生 您去找 最后 我送给你一些话 男生 百依百顺的爱 注定伴随伤害 一段感情 我们就像商品上的货架一样 当公大于求的时候 就不值钱了 为什么他会有今天这样 因为每一次分手 不只是他在说 你也在硬核 分手这两个字既然对你那么重要 那么伤你的心 你为什么不掉头就走 所以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我们替你觉得不值 替你觉得生气 可是甘愿被欺负的是你自己 所以我希望你以后 再遇到一个爱的人 不要事事言听计从 如果要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对待爱人的话 最后 你会把他宠到没边 谢谢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年老师 我看是分不了手 女生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还真不是说 不需要她 不需要爱情 你真的是太需要 你真的是太渴望被关注 被宠爱 巧克力是甜的还是不甜 自己爱吃什么口味 自己可以买 男朋友买得对还是错 那是他的心意 自己从外地旅游回来 夜深了 是回宿舍还是去酒店 自己做决定 而不是男朋友订了酒店 你去跟他生气 有些时候有些事情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不要寄希望与爱情 对 我就因为自己 已经把后面的事情 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他们都知道了 他还要给我 你先 你回去看看播出啊 你现在不要跟我降嘴 就是你太需要一个人 去懂你所想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需求 生活中 当你把生活看得 相对简单一点的时候 爱情就顺流了 你的眼泪 其实现在一点都不值钱 因为在你无数次的分手 有这种情绪背后 你今天在这个男孩心中的 那个位置 已经不如以前那么高了 因为你的需求太多 你需要他改变的太多 他武力成胜 你的现状 请你清晰理智地面对 他已经扛不动了 如果你继续对他需求是 你必须这样 必须那样 那么这个人会离你越来越远 因为那是你的需求 不是他的 没有一个人能做另外一个人 肚子里边的虫 时时刻刻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既要虫你 还要按你的方式虫你 没有这样的人 如果他变成了一个 特别会甜言蜜语 特别体贴 你特别有方法 方式 特别有套路 不再是直男 是个暖男 特别甜蜜的时候 那还是他吗 你去想这个问题 真的你所有的要求 他都做到以后 他还是不是那个 你喜欢了他 你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所有的矛盾 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迎人而及 谢谢 谢谢苹果老师 许总 我觉得他们真是应该早点分手 爱说分手的女生 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假的 一种是真的 假的分手是说 他特别希望从对方身上获得关注 因为他自己缺乏安全感 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男生 在对我不关注的时候 不关心我的时候 我会要分手 怎么怎么样 不理解我 就真觉得这个男生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人 这是真分手啊 就觉得怎么改造你 哎呀 你怎么也不对我的胃口 两者 女生是前者 真分手 你是真的看不上 你是真的不觉得他是你那个 应该去想象当中的那个男人 只不过呢 这个男人对你是无原则的好 一直惯着你 宠着你 你把宠跟爱搞错了 你爱不上这个男生 你顶多是被他感动 所以你每次你要说出分手 他如果认可了 其实可以分的 只不过你不习惯了 他为什么两年二十多次都能忍了 这次为什么不能忍了 你是不习惯这种感受 而不是真的不能没有 你是真的不在乎 你真的是可以跟他分手 但现在你到这个舞台来 就是要问他 你为什么同意跟我分手 明明每次说分手的是我呀 主动权在我这儿 你凭什么呀 对不对 现在你只是不习惯这种感受 但是你真的不爱这个男孩 明白吗 你只是爱他对你这种好 这种感受而已 你一定要认清楚了 否则 其实内心难受的还是你 男生呢 你也不爱这个女孩 你其实啊 盲目地做出了很多动作 但是所有这些动作的一个前提是 你懒得去思考 你懒得去了解这个女生 如果你真心爱这个女生的话 你一定会从二十多次分手当中 吸取教训 知道这个女生要什么 不要什么 我问一下 你为什么要记这个账本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把他对我说的 那些不好改变过来 你是在给自己看一种形式 又在拘泥于形式 我为你订蛋糕 我给你买巧克力 我为你订酒店 全是你的动作 我写账门 让自己记住 我什么时候是错的 但是你压根就没有真正去思考 这个女生要的是什么 而且你没有用心思考 这段感情带给你什么 她这种分手 是你惯出来的 对吧 你这么卑微地去爱 对自己一点好处没有 你也得不到它 同时你也不是去爱的 你只是被自己这种感觉 自己这种付出感动而已 好好思考一下 在你做动作不对的情况下 在屡次这个姿势都不对的情况下 想想为什么 而且啊 你要感谢她 她让你认识到 惯一个女生是得不到爱的 第二个 让你知道如何去爱 第三 她让你自己的形态 修了蝙蝠 然后也让自己有了高 你从中是得到的 明白吗 就这样 谢谢提总 来来来 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蓝生 你的女朋友被我们说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有点心疼吧 真的心疼吗 心疼 我没有在你脸上看出 丝毫的心疼 所以我来理解一下女孩 如果我在你脸上看到 丝毫心疼 你的整个表情 会有感受的 可是我从这个地方 一直在看你 你没有任何的表情 包括曲老师在说你 说你根本不爱她的时候 你再点头 如果真的爱过的人 看到自己曾经爱过的人 被别人说的时候 她会要去保护她 至少要去维护她 至少在语言上要有维护 语言上没有的话 你的动作上 你的表情上 也会有维护 你没有 所以我在想 女孩一直在说 她希望你能变成她想要的 是不是她一直觉得 你其实真的没有 真的用心去对过她 对过你的感情 我觉得曲老师 刚刚说有一句话很对 你只在想用 你自己想要的好 去对她 可是你并不知道 她想要的好 到底是什么 订蛋糕对吗 对 可是她想要吗 你不知道 订酒店对吗 对 特别温暖 可是她想要吗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到 小的时候 好像很多父母都会说 我很爱我的孩子 但是我们很多父母 在别人面前 会总用语言 打击和贬碎我们的孩子 那也是爱 对我们承认那是爱 可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爱 也不是我们能接受的感受 所以我在想 我们所有人这么说 你是为你好 你能感受到爱吗 你可能知道 但是你会觉得不舒服 爱情是要舒服的 谈恋爱是要感觉舒服的 两人开心在一起 可是你让她不舒服 同样她也让你不舒服 你们谈恋爱 谈来干嘛呀 好的爱情一定有一个 最基本的三个字 看得起 我看得起她 所以我想跟她在一起 不管她有优点还是缺点 不管她长得胖 还是长得瘦 我看得起 我要跟她在一起 但我看不起她 我就会处处打击她 不管在我朋友面前 还是在她面前 我会打击她 所以同样对来生的来讲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真的看得起 我的女朋友 我会去问她想要什么 我会了解她 没有情侣 天生就了解对方 我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口味的巧克力 我问一句嘛 没关系的 问一句嘛 带着她去买也可以啊 因为我了解你 我不了解你的时候 我可能做不出来那件事情 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不知道怎么谈恋爱 我就要试图去跟你了解 了解到你想要什么 我才能做什么 谈恋爱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是 先了解才有其他的 所以如果真的 你们两个觉得 不能够好好相处 暂时就分开 如果你们认为未来还可以 重新去爱对方 我倒建议你们 今天分开 未来先学会成长过后 学会如何爱人过后 再去重新谈恋爱 谢谢 谢谢赵老师 没爱呢 哪有什么爱呢 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在那玩过家家的游戏 你们俩真的没长大 我觉得今天 如果你们能通过老师 跟你们说的成长 比什么都好 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就是这一个多月 你没有理我 我挺着急的 我知道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不应该随便 就用分手来说事 因为就长长从同学 然后后面走到现在 我觉得自己 我觉得自己放不下你 我开始问自己 然后就为什么 要答应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也是因为 就喜欢你的那种专注 我希望你 我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 那个决定权交给你们自己 好吧 你需要好好想一想 我觉得男生需要 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要在一段恋爱当中成长 好吧 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请 唉 来请关门 本节目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废物 小心 被骗 来我们看看这个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来来来站在这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但是下次不难以分手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请亮灯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啊 姑娘你得改变啊 小否则你得成长啊 谢谢你们 秦辉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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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恋爱三年了 我越来越受不了他贫气了 无论什么场合就对我大喊大叫 感觉我没有被他尊重和爱护 我跟他一起越来越累 第三天老没事找事 平时还特别小心啊 鸡毛蒜皮小事就生气 吃醋 还总是撒谎 对我有所隐瞒 让我心里没有安全感 他控制太强 什么事都可他来 他做什么都行 我做什么都不行 他管得太多了 跟他这样在一起 我实在太累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徐25岁来自黑龙江 房产经济 有请小徐 小李23岁来自黑龙江 房产经济 有请小李 欢迎两位哈 我看资料上面说 你们是在快手上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呢 快手上发动态 实信任人呢 就看他是同一个城市的 然后就跟他说了句话 就我俩闹了好长时间 感觉还挺合适的 我俩就在一起了 三年恋爱谈起来 肯定有不少的疲劳感 是吧 谁先说 就是他平时吧 脾气特别大 无论是什么场合 什么地点 说对我喊就对我喊 没有那种爱护那种感觉 平时还愿意撒谎 然后还特别小心眼 就平时我一干点啥的 跟只要旁边有异性朋友 他就不愿意 那你没事 无理取闹呢 我还受不了呢 我咋无理取闹呢 你是脾气大吗 我觉得一般 是不分场合 就跟人喊吗 我觉得还行吧 是小心眼吗 那他怎么说 他跟朋友在一起 你也跟他喊啊 小心眼啊 因为我不想跟他 异性朋友在一起 他有很多异性朋友吧 他有很多异性朋友 比如有一回 我发十多个视频不接 突然之后一个接了 接了完 出来一帮男的 谁不难受多想啊 那是异性朋友 那是我发小 而且我接你电话 还给你看了呢 那当时他见前女友 我给你打电话 也都不接呢 手机鬼没电了咋接呀 那打你朋友 那咋打我去了呢 接着充电宝 充了呀 你咋那么多理由呢 这么听下来 就是双方对彼此 在跟异性处理距离的问题上 都不太信任 对吧 对 你不相信他跟发小也好 还是男性朋友在一起也好 还是你不相信他的去向 或者跟前女友约会也好 对吧 或者谈事 行 就放在一边 还有什么呢 就是他跟那个 人说前对象还是说一个粉丝啊 就是他当时给我发小动态 然后人家那个小姑娘就生气吃醋了 他去哄那个女孩 说我把动态删了 你别生气宝宝 你为啥那么说呀 那不为了为直播效果吗 你为直播效果你考虑我感受了吗 人家小事啊可说的 啥叫小事啊 不是你你在做直播啊 对 直播效果要 宝宝 我把阎老师删了 你别生气了啊 刹那宝宝 这这这这什么 你看他这个刷客 刷客啥意思 给我刷礼物的 哦给你刷礼物的 哦就谁给你礼物 你就对谁好是吧 但是你跟我说一声 我最起码我能理解 你跟我说了吗 这能理解吗 但是他叫宝宝 我觉得受不了 我觉得没有多大事 啊 你觉得没多大事 在在我眼里呢 你把我当啥了啊 好问题 你把他当什么了 爱人 爱人 但是你管别的女人 就要宝贝 而且主持人你知道 最主要是啥 当时我都 跟那个女的质问去了 我说你是谁 那个女的 结果反问我 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她对象 我说你是谁啊 他反问我 说你算老几啊 就好像我是第三者 他俩是一对一样 结果呢 最后他给我来一句 你跟人家吵啥 你骂人家干啥呀 人家先说我的 他反倒跟我一顿词 就这一个女的 三番五次的 谁能受不了啊 我跟他什么上万物识了 最主要那个女的还约他 说你什么时候 有时间出去吃个饭 他说我不方便 你为什么不直接了断 你就说你有对象呢 他说我跟那女的 不是联系的吧 啊 行吧 听懂了 放在这吧 等于 男生认为这是跟 直播间的粉丝互动 是吧 女生吃了个大醋 那到底是粉丝互动 还是另有想法呢 没有想法 就互动 那他多刷点能出去吃饭吗 那我不会再刷点 那不去 再刷点 我一直都会不去 啊 出书院 真的 嗯 他每次给你刷多少啊 几百块钱 刷几百块钱就叫宝宝 刷个几千块钱能去吃个饭吗 不会 那多少钱都不去 当时我在那点菜呢 我给客人点菜 当时我那个 你们过去不是干房地产经纪的 是服务员 什么工作都干过 哦 然后这件事发生在你们干什么的时候呢 就当时是在饭店里干服务员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当时有个小男服务员 就在我耳边说 说我这个菜点错了 让我重新下单 我说行 我说我知道 我就笑一下的 然后转头他就说我跟你有事 那没有事 没事给你买食的给你揉腿 那我卡了 人家就在旁边 人家扶我一下 你就这玩意也生气 卡了是啥意思 就是崴了 你就说崴了 就东北方言啊 我卡了了 对就当时我脚崴了一下 您脚崴了 在工作的时候脚崴了 然后呢 那个男孩子直接上来就扶了我一把 扶你一把 然后上卫生间 他说我给你揉揉 他给我揉了两下 但是我 怎么还上卫生间呢 他说给我凉水给我洗洗 因为当时脚崴了 就砍对对 然后我用凉水给我冲冲 我说不用不用 他说给我揉两下 我说也不用了 我说你干活去就行 然后当时晚上 我跟他说这个事了 他就吃醋了 跟我大喊了一叫 那你说我 当时我为啥跟你说 我觉得我不信无愧 我没有事我就跟你说了 那我可以把这个事 我不跟你说呀 那你当初叫我上楼不行吗 让我给你揉腿 我脚崴了 我还得下楼 我告诉你一声吧 你告诉同事 让同事叫我不行吗 同事都可能忙着呢 忙着能给揉腿忙着 他是搁我旁边的 那人家也看台的 怎么就非得过去 告你一声吗 那我自己能挺不去的 就是女生拒绝了对吧 对我拒绝了 他要给你揉你拒绝了 是吧 对 行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往下说 然后那个男孩子 就是总共买吃的 就平时我现在 同事之间互相照顾嘛 很正常 然后 你说句实话 这男孩喜不喜欢你 我觉得就是普通兄弟 我还跟他说呢 我说这男的 男孩子还挺不错的 然后他给别人买东西吗 不买 别人脚卡了 他给揉吗 不知道 那就别人点错菜了 他扶耳说吗 不知道 您今年是二三岁 做过很多工作 是吧 这不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吧 不是 也曾经谈过恋爱 对吧 那么一个男生 这么对你 是不是喜欢你了 你说句实话 没多心思 现在心思心思 应该是 至少是喜欢你 对吗 那你怎么刚才回答说 就是个兄弟啊 因为我没有 对他有喜欢的意思 我只是 把他当朋友那样 那你拒绝他了吗 没有 男生的意思不就是 你要干脆地拒绝他吗 因为当时 就所有同事 都知道我俩是对象 我现在没有必要 就是还去拒绝 因为他没有明确表示 那种态度 行吧 这就是男生 我想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是这意思吧 行往下说 譬如他心眼小 还有啥 好就是 就有一个女的 说我会话了 然后当时吧 就是我去跟人家理论嘛 我去找那个女的 我说 你为啥说我会话呀 那个女孩就说 我没说你啊 我说 人家都说了 你在楼下说我会话了 我本来是想去 跟那个女的 好好说的 结果她上来 指着我脸就说 人家啥时候说你会话了 人家啥时候说你会话了 一直这么说我 结果反倒 我跟那女的没干起来 我俩吵了一下 因为正常 因为我站在旁边 没听到说说你会话呀 那你下楼吼着去干啥呀 小时候下楼吼着 店长怕大家抄起来 让我下楼的呀 当时你跟我说一声不行吗 你非要下楼直接吼 明知道我生气呢 啊 那时候你听见人说你了吗 你不也没听着吗 我没听见 但是别人跟我说了呀 我是找着去 我俩去理论 把这个事说开的 结果你跟旁边当个啥呀 行 听懂了 你看你说 我哄别的女的女的 你不爱运 那你哄别的男的呢 我跟你当别的别人抄 你说 他一直骂我 我哄人家还不是因为你呀 你要不是我对象 我勒他吗 咋了 发生了什么 就是他到 他那个男的当时 骂他 骂他后几次 然后他后来忍了 就有一次 实在是忍不了了 他就动手就推了他一下 他那个男孩就哭了 这男孩啊 然后呢 然后我就想着 那我去哄吧 我就想把这个事说开了 我就拿这给蔡野乐 然后哄了一段时间 我俩后来就笑了 就笑笑 他就生气吃醋了 就说我俩又有事了 当时咋不知道哄我呢 那我给我给楼下 咱俩是不是回家我哄你了呀 那当时在工作上 我还能说 我再直接去哄你去 那你哄一个人 至于哄一小时吗 啥叫哄一小时啊 你还看表了 他他他他看表也没什么 自己的女朋友去哄曲尾 曲尾你哭什么吧 自己的女朋友哄曲尾 一哄哄一个小时 还给曲尾擦眼泪 可是哪个男人心里他舒服是吧 你觉得呢 因为当时我就觉得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跟那个女同事吵架了 吵完架那个女同事哭了 他哄一个小时 还给那个女同事擦眼泪 你愿意吗 我也不愿意 他得了还有什么大问题啊 还有一个事就是 还有一个事啊 对还有一个事就是 当时我俩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觉得我留着前对象的东西 他就不愿意了 哦 因为前对象中了花 他能留好几年 什么花 干花 当时我跟 我也跟他说 我说我觉得东西挺好看 我留东西 但是不对 不对人吧 我跟你说了 而且后来我也把花给扔了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俩把那个 他给我买了个戒指 我把那个戒指就放水池的旁边了 不小心辣那了 他转头直接给我大喊大叫的 那你说你不会跟我好好说吗 你说 我媳妇我给你买个戒指 你给我弄丢了 咱俩着着去 那我送你的戒指说就就 你前对象送你的花都不谁了扔 那你好好说不行吗 他的花在你眼里那么重要吗 我说是对物不对人 你为什么老提前任呢 在你眼里就是对物不对人 那花是可以去再买吧 啥叫花可以再买呀 扔了是不是可以再买 我觉得花好看不对人吧 我是不是已经说得很明显 当时我已经给你扔了 那为啥我问你那个戒指 你能不能不要挑拨说这个事啊 当时我也不是故意的 他转头跟我大喊大叫的 还不愿意的 他朋友都拦着他 上去推了我一下的 因为我觉得戒指 替你前对象送的花都珍贵 你这话说真逗 我真想笑 有一句广告语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放到他们这儿就变成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了啊 就男生的思维特别像一个女生 就你发现他们吵架的模式 男生的模式是一个 女孩思维的一个方式和方向 就这件事情他用的是联想法 女生倒像一个男生 每回我都是就每回都依着他 所以所以你俩今天来这干嘛呢 就是想要改毛病 因为他小心眼皮价还大 你觉得你脾气大吗 我觉得脾气不大 他脾气大哈 嗯 因为他老没事走事啊 他对你好吗 你还行吗 我没对你好 我一说那话说的 跟你在一块三年白处了呗 哈哈哈哈 你们俩日常生活里就这样抬杠了 抬了三年 我一胡再天天吵 天天怼 对你们都怼了三年了 不就这不就是个模式了吗 挺好的呀 来我们这干嘛呀 就想让他改变啊 这个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 但是在这个琐事的背后 折射出来了两个人在互动关系上 在性格上 在对生活和爱情的理解上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所以在这些琐事的背后 到底藏着一些什么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两个人都是互相的镜子 你们不觉得吗 我帮你们总结一下 女方是你会男发小 男方就我见前女友 女方呢是我有柔腿男同事 男方呢就是我有刷客女粉丝 反正你俩都是对着来的 男生 你如果把对其他女孩子的好 分给他一半 就没这么多事了 女生也一样 如果你把对其他男同事的 关心和关爱分给他一半 也没这些事了 彼此都是一模一样的半斤八两 在这个男女边界意识上 非常模糊 美其名曰是因为吃醋 可是吃醋的本心 在恋爱当中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为一个人吃醋 那被吃醋那个人 应该是欣喜若狂 或者是非常感动 因为你在乎 吃醋的本意是因为爱呀 所以你们就拿吃醋 当挡箭盘啊 我就是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 就是占有欲和控制欲 两个人都希望对方去改变 女生你说你希望他改变 我告诉你他改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不改 你觉得你自己身有问题吗 觉得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是吧 他也这么认为 所以你们两个人 就僵持下去了 我们如果想要让 另外一半改变的话 首先自己要先想一想 我身上的问题 我能不能改得了 如果你改不了的话 就没有权利去要求对方 看到对方身上不好的时候 其实往往折射的是 你自己身上的问题 如果你希望他来改变这个问题 那你先改变试试看 好 谢谢莎达老师 平红老师 你们的恋爱都谈成了独角戏啊 男生你想想 为什么有女朋友 却要和自己所谓的粉丝 那么私密地聊天 还叫人宝宝 你心里的爱 对这个女生的爱 真的那么足吗 真的那么浓吗 有很多人会有疑问说 为什么有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还会分出心跟别人 异性聊天 答案其实特别简单 也许不够爱 也许爱得疲惫了 这个你自己要去审视自己 慢慢地觉得这个女生 不是我心中最爱的人了 所以我很多经历 要和别人聊天 慢慢地觉得 在这段感情中 我很累了 我需要新鲜的刺激 你对号入座是哪种 如果真觉得不够爱了 那你要告诉他 也要告诉自己 如果是觉得累了 那你要想想 这么年轻 这么短的爱情 就疲惫不堪 这段爱情何去何从 我觉得你们根本不是 谈说要对方改变的时候 你们真的需要静下来想一想 自己在这场情感当中 我现在该往哪里走 如果要前进 就需要调整 如果觉得不行了 那咱就歇歇脚 女生也一样 你难道不知道一个男生 跟你扶耳迪那么近说话 想要跟你揉脚 对你有好感吗 你知道的 你不是边界不轻 你是其实挺享受 这种感觉的 你看 有一个男生 他还对我挺好的 我还是有魅力的 我在我的男朋友那儿 没有价值感 他每天对我大嚷大叫 没有想法 因为当时我没太多想 因为就正常多想 你是因为没有多想 但为什么这个男生 有机会想去给你揉脚 给你送礼物 送吃的 会跟你那么近的说话 因为你散发了信号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你对这份感情 心中很多不满意 也想通过外在的方式来 让自己觉得 我还是有价值感 我真的觉得 一段爱情当中 如果两个人都觉得 自己在对方心中 没有价值感 希望从外在的力量当中 感受到自己 那这个感情 还有什么价值呢 所以你也别哭了 好好想一想 究竟还爱不爱他 所以不是说 不要改变的问题哦 我觉得你们真的 要好好考虑一下 这段情感的分量 心中爱的分量 如果真的不够了 可以歇一歇 考虑清楚了 再前行吧 谢谢 谢谢爷老师 来 齐总 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 还是互相爱 只不过呢 就不知道怎么 才能更好地去爱对方 和睦相处的前提 一定是相处得不累 至少是舒服的 但你们现在都在用 让对方很累 很疲惫的方式对待对方 男生是小心眼 但女生心眼有点太大了 你们做出的 所谓大心眼 或者小心眼的行为 效果是等同的 我就在想象 你们同样 对方和外人 发生了矛盾 你们的处理方式 是截然相反 他是当着对方的面 指责你 对不对 其实 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只不过他用得过激了 小心眼的方式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同样呢 你有很温柔的方式 去劝对方 一个多小时 又为人擦眼泪 然后最终哈哈大笑 出来结果 你认为是好的 但是 对他是种伤害 不在乎他的感受 所以说你的心眼 不能太大呀 大到不知道 你要跟异性保持距离 你其实应该把你的心放小一点 向他学一句 对不对 你呢 也应该向他学 把心放得大一点 因为你其实是知道 他跟那些同事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偏偏抓住他的这个缺点 他是有点大条 但是这不是他的错误 是需要调整的特点 明白吗 明白吗 我相信你开始看着他的时候 也是看着他的大条吧 对人诚恳 对人热情 但是呢 在爱情当中 自私是肯定的 但不能过度 你们俩都调一调 调整一下心态 就这样 谢谢曲总 小鹏老师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两个想过要结婚吗 还没有 女生想过吗 也就是你们谈了三年恋爱 一个25岁 一个23岁 你们从来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情 我最近一直在看 《三十二以内》那部剧 剧里边有一个男人 所有人都特别讨厌 叫许幻山 她在剧里边一个最讨厌的行为 就是她出去出差的时候 跟她的合作伙伴林友友 林友友作为一个年轻女生 舔了许幻山的冰激凌 许幻山接着把她吃了 所以大家会认为 能够随便地 跟异性暧昧的男人 一定最终会背叛她的家人 其实同样跟你也一样啊 你明明知道那个男生要靠近你 他肯定是想帮你揉腿 你在她要去揉的时候 你没有拒绝 你不仅没有拒绝 你最重要的是 你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给你的男朋友 你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肯定会吵架 但是你却偏偏说 你说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我刺激你一下 因为你平时总让我不爽 你不是总跟其他女生暧昧不清吗 我也告诉给你 我也让你不爽 所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爱她 这就是刚才我问你那个问题 你好好思考一下 有没有想过要结婚 一个但凡想过要结婚的人 他心里总会有一点怕 我害怕让对方不舒服了 我害怕我们的关系相处不好 我害怕我们走不进婚姻 所以我害怕我肯定不敢说 我也不敢做 其实同样对于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就我想过跟他结婚 但是但是他的脾气太大 我受不了 我怕以后我俩结婚以后不会幸福 你这么相处 你们肯定不会幸福 所以我想让他改 我也想改 所以其实我想问男生 你怕他伤心吗 怕 你怕他伤心 那你在网络上直播的时候 你去叫别人宝宝为了要钱 你为了要钱 你宁愿跟别人在那谄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担心家人难过呀 我心里边 钱看得比我家人的感受更重要 家人和钱之间 你宁愿选择钱 你也不愿意选择家人的感受 所以你心里是没有怕的 所以你也不爱他 你们不怕对方担心 你们也不害怕对方伤心难过 你们要的就是 我让你难过更爽 如果真的不爱 好好说不爱 如果真的没考虑跟对方结婚 那你就告诉给对方 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 这我倒觉得你们是对你们的爱情最好的一次完结和承诺 不爱就不爱 爱了就认真爱下去 谢谢周老师 不想交往 或者觉得交往累了 就分开吧 如果你们还想好好交往 你们就用热情去拥抱生活 别天天自己两个人在那儿鸡铃狗碎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 我之前就感觉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多优点的 就平时挺有信心的 然后刚开始给你出的时候你也确实是哄我 但是我后来我感觉你越来越不哄我了 感觉你不爱我了 而且你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我 你现在缺点脾气太大了 我真的心里可能真的受不了 你对我的好我也记得 我心里留着你 因为以前在我上班的时候 你每天提早上我家过上早餐 然后上班回来再上我家过按摩 我也知道你的好 我都记得 我真希望你能去改变一下你这些毛病 当然我也 我也会考虑我自己去改 所以会想改吗 谢谢两位啊 不要勉强自责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爱还是不爱 但是我比较心那句话 喜欢是不用负责任 爱一定是有责任的 你们想想 在这段关系当中 你们有没有彼此负责 谢谢两位 请回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的嘉宾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大家请未来 大家请勉强自负责任的嘉宾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来来来念一下老师 丫头 她改变了 没有 她都没变 你难道目的也没达到 你干嘛还出来呢 你爱我吗 我知道爱我就够了 行行 人家愿意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 要密切来见证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起了要灯 谢谢两位 来 手牵手 回去吧 祝你们开心 谢谢 谢谢 希望今天的节目让他们有所得 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感悟到 彼此对对方还有那些眷恋的感情 还想珍视这段感情 那就好好地往前走一走 也许 也许 通过自我的改变 和看别人眼光的这个变化 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未来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云APP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 金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 有网友提问说 他天天不上班 只知道玩游戏睡觉 出去上班 上个个把小时就回来了 他爸妈也拿他没有办法 也不管我们 随便我们怎么样 平常呢 我们没吵架的时候 他爸妈对我很好 可是我俩一吵架 他就摔东西 他爸妈就不知道了 也不制止 我俩孩子四岁了 天天看见爸爸就哭 我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 夫妻之间的问题呢 千万不要寄希望于 他的父母来帮你们解决 你提到说他不上班 只知道玩游戏和睡觉 那我想问一下 经济来源从何而来呢 如果想要让他知道 生活的艰辛和家庭责任 就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蛋白粉 冻植物优质 双蛋白 本栏目由汤城贝剑冠名播出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